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里·哈姆尔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基础上略微做了改编 哈姆尔是当今战略管理的引路人 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管理大师之一 战略预途 核心竞争力 产业革命等革命性理念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你在挑战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 只有两个策略 分别是抢战先机或者差异化 与其更好 不如不同 与其模仿强大的对手 不如在开始的时候就进行差异化 从而开辟出一片新的战场 所以在差异化的竞争中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具体怎么使用呢 一分钟就可以讲清楚自己企业的商业模式 你只要问自己五个简单问题 第一 你服务的客户是谁不是谁 第二 你为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什么不是什么 第三 怎么把产品交付到客户手上 第四 怎么盈利 第五 怎么和竞争对手在前面四步都进行差异化 接下来 我将为你具体介绍每一步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 客户差异化 客户是谁 在哪里 有没有哪些客户是你忽视的 你想一下小米是怎么成功的 小米成功最重要的是首先做了客户差异化 而非粉丝营销 小米把目标客户聚焦在苹果和三星都忽视的那些低端消费能力客户 余额宝 拼多多的成功都是如此 这个步骤的具体体问是 你服务的客户是谁不是谁 客户主要在哪里 有没有一些被你忽视的客户类型 那第二步叫产品或者服务差异化 今天很多企业做不好产品或者服务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产品同质化太严重 很多企业的产品优点听起来和竞争对手一模一样 比如都是说自己质量好 总类多价格便宜等 但是你应该去思考怎么把产品卖点和竞争对手首先进行差异化 举个例子 曾经小米学习苹果 只用一个性价比高的爆款 一下子就后来居上打败了有很多产品款式的HTC等众多的对手 所以你应该突出自己产品或者服务的独特性 与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 另一批蹊径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这个步骤的具体提问是 请问你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呢 产品或者服务可以为客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呢 相比竞争对手 你的产品或者服务有什么独特优势吗 你的优势对客户来说很重要吗 他们会在乎吗 第三步 怎么为客户交付产品 为客户交付产品 一定要整合好自己的各种资源 优化涉及到各个交付的环境中去 在这个基础上 也要凸显出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 小米手机在交付产品的时候 就做了很多的差异化 比如开创手机互联网营销模式的先河 率先进入了社交电商等 瑞幸咖啡也是首先推出了 咖啡外卖送上门的模式 这个步骤的具体提问是 怎么做好上下游价值链的整合呢 如何可以优化流程 你可以通过哪些下游的旗道 来分销你的产品呢 你可以协同哪些重要的合作伙伴 或者资源 来提高客户的交付价值呢 怎么来做好用户体验 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线下 或者线上的营销方式呢 第四步 怎么盈利 提高营利能力 有几个方式 比如是提升用户的重复购买 扩展新的盈利项目的 小米除了手机以外 更多的盈利是来自于 它平台生态圈里的其他产品 比如充电宝 路由器的 这个步骤的具体提问是 你有哪些收费的项目呢 怎么可以提升用户的忠诚度呢 怎么可以更好的来改善成本结构呢 你的定价策略是什么 好 第五步是 怎么和竞争对手 在前面四步都进行差异化 你要不断的问自己 怎么在前面的四步 都和对手实现差异化呢 好 第二个加餐工具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给你分享的是 高效团队塑造了六步提问法 通过这个工具呢 你可以帮助对方判断 目前自己企业团队是否高效